字幕提供 明顯軟化 然而3月 莫迪還去了 中印邊境爭議地區 出席隧道項目揭幕儀式 在邊境問題上 言行不一 莫迪適合用意 另外 印媒爆料 特斯拉正在與印度洽談 在印度建立超級工廠的事宜 3月 印度政府 在關稅問題上 做出了巨大讓步 吸引特斯拉等車企 在印度建廠 那麼特斯拉為何看重印度 印度想把自己打造成 全球電動汽車製造中的中心 印度有這個實力嗎 相關話題 今天要請到 泰河智庫高級研究員 國際問題專家 前鋒先生 做分析和解讀 先來通過新聞短片 了解一下相關內容 印度總理莫迪 日前接受 美國媒體新聞週刊專訪時表示 對印度來說 發展與中國的關係非常重要 因盡快恢復 兩國邊境的和平與安寧 莫迪稱 需要緊急處理 兩國邊境問題 印度和中國之間 穩定和平的關係 不僅對印中兩國 而且對整個地區和世界都很重要 莫迪稱 希望在外交和軍事層面 進行積極和建設性的雙邊接觸 恢復和維持兩國邊境的和平與安寧 此外 莫迪還稱 美日英澳四邊安全對話 並不針對任何國家 與上河組織 金庄國家等 許多國際機制一樣 四邊安全對話 也是一個由志同道合的國家 組成的集團 致力於共同的積極議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毛寧11日回應道 健康穩定的中印關係 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也有利於本地區 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邊界問題不是中印關係的全部 應當將其放在中印關係的適當位置 加以妥善管理 路透社說 莫迪在中印的問題上 與其是明顯出現了一個軟化 但是我們看到莫迪在3月份 還去了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 也就是我們的藏南地區 出席了一個隧道的揭幕一事 中方對此也是表示了 一個抗議跟不滿 您覺得他在邊境問題上 真的是態度軟化了嗎 其實要看莫迪講話背景 我們看 其實莫迪自從2020年6月15日 這個邊境衝突以來 莫迪其實很少在共和場合 講中印關係 其實他也是為了中印關係 也是留一點餘地的 同時我們看到莫迪本身 他就很少接受採訪 特別像這樣專訪著 這也是特別少見的 他現在講出這樣的話 也是表達了印度可以說最高領導人 對這個緩和中印關係 包括維護邊境和平穩定的 這樣一個意願 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對 近期以來印度他軍政高官 對中印邊界一些言行 他是一種稍微的一個回調 稍微的一個就叫糾片 因為最近可以說是 包括印度外長蘇杰生 包括國防部長辛格 其實在這個中印關係問題上 還是講了一些比較強硬的話 這樣的話也是遭到中方的反對 莫迪可能擔心中印關係 包括中印邊界形勢 會有所升溫 他在這個時候也是一個糾片和回調 我們知道在4月19號 印度即將會迎來大選的一個投票 為什麼莫迪在這個時候要提及 盡快地改善 盡快地解決中印邊境的問題 他是真的想解決 還是另有目的 比如說為他的大選來服務 你看他這次接受採訪的是什麼呢 是美國新聞週刊 不是印度的媒體 我們知道美國新聞週刊 美國的這個 可以說是一個主流媒體之一 它的受眾呢 主要就是說美國西方的 這樣基因階層 這次莫迪講了這樣的話呢 那顯然呢 其實不是美國這些 這些很多的基因呢 喜歡聽到的 可以說呢 因為在他們看來 是希望中印關係呢 還是要加劇一些對抗 這樣更符合這個美國的利益 而且莫迪 這樣一個講話呢 其實又是 又是與那個現在 昨天呢 剛在這個美國國會進行 這個演講的這個岸田 也同是這個 同樣是這個四邊機制的 這個國家領導人 但是岸田的講話 這個外面看來是 很印象美國的這個想法 這個成分很多的 但是莫迪呢 他在這個時機呢 發表這樣的講話 其實呢 某某程度上 這是美國不樂見的 那他也其實也想展現出呢 這個印度呢 確實是一個 就是說 無論是這個對外關係 包括呢 對華關係 它的這個戰略自主權 是抓在自己手上的 不是看你美國臉色 不是講你喜歡聽的話 這是一個呢 一個非常很有意思的看點 然後呢 其實我們看到 他這次 我也看到他整個的 採訪的權威 它包括不僅是這個外交關係 包括呢 方方面面 包括內政啊 經濟啊 包括呢 也是也是宣揚了這個 十年來的這個執政成就 其實呢 一個核心點就是呢 印度呢 這個它的一個最大的想法 現在還是一個發展 一個發展 在這個發展問題上 因為中國是印度的最大的鄰國 就與中國選擇 這個對抗的話 是不符合這個 其實邏輯上 也不符合 這個印度這個現實利益的 這也是呢 就是這個 我覺得呢 也是莫迪呢 也想藉此呢 採訪呢 也是放出了一個信號 中國外交部表示啊 中印正在通過外交 包括軍事的渠道 就解決中印邊境的問題 積極地進行一個密切的磋商 並且取得了一些進展 有關的進展 您有哪些掌握呢 其實我們看到呢 其實這個中印邊境呢 其實在最近這兩個月 一個呢 是中印兩國 兩軍舉行的 這個二十一輪的 這個軍長級會談 也包括的 那個上個月呢 也是呢 這個中印兩國呢 它就包括那個外交 國防啊 包括移民啊 這些整個部門代表 就是舉行了第29次 就是 這個中印邊境的 這個磋商 這個磋商的一個機制 可以說呢 這些 可以說是這種 這個部門級的這種會談 也都是呢 表達了一個信號 就是說呢 這個中印兩國呢 要通過呢 這個外交對話的這個渠道呢 這個還是 一方面 要管控呢 這個限定的這個 矛盾跟分析 要聚焦一個限定的這個問題 限定是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 2020年這個6月15號 這個當時呢 這個衝突爆發以來呢 就是邊境衝突 當時呢 這個邊境形勢呢 一度呢 其實也劍拔了魯章的 兩軍對壘 這個呢 現在呢 經過這個雙方呢 通過這個外交啊 這個包括軍事渠道這個溝通 現在這個邊境呢 在西段邊境的對峙呢 其實呢 也就是只剩兩個點了 這個呢 就說明了雙方呢 還是想慢慢慢慢的 就是說把這個溫度給降下來 那同時呢 雙方也在探討什麼呢 就是說一個 如何適應這個新的 這個邊境的態勢 我們就要去新的這個 新常態 這樣一個態勢 一方面 要把這個過去的 這些東西給翻篇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呢 要探討一種新的模式 可以說難度是很大 但是呢 雙方的這個意願 包括呢 這個 雙方領導人的這個意願呢 都展示得特別清楚 在這個維持現在這個邊境 可以說這種 這種 較為脆弱的這個穩定 較為脆弱的平衡的同時呢 雙方也都想呢 這個問題 能盡快達到一個 雙方都滿意的一個解決辦法 穆迪在採訪中還說到啊 中印的關係穩定跟和平 不僅是對兩國 而且對地區的穩定 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在當前的國際形勢 國際背景之下 中印兩國之間的穩定關係 究竟有多重要 事實上呢 這外媒呢 也普遍注意到了 他講的這個中印關係 對這個地區還有世界的和平 和穩定的重要性 在我看來的話 其實這個重要性啊 怎麼講都不為過 因為這兩國 除了是鄰國之外 而且呢 兩國人口是28億人口 28億人口 就佔了全世界的 可以說40%左右 40%左右 而且呢這個可以這個事關啊 地區事關全球的穩定 而且我們看到現在啊 全球呢 現在有一個趨勢什麼 在現在這個面臨 這樣一個這個亂變的 可以說是這個混亂交織的 這個國際背景下 這個全球南方的啊 這樣的一個 可以說這個概念的崛起 這個全球南方的話 中印兩國 都是全球南方的這個重要國家 而且呢 這兩國呢 現在又是全球呢 也是最為關注的 兩大發展中國家 都是亞洲文明古國 那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呢 雙方呢 其實可以 可以說就是說 有智慧 避免呢 就掉入呢 就像美西方啊 所講的 就兩國呢 就是這個國翔必敗呀 這兩大鄰國呢 肯定是這個競爭的啊 肯定競爭的態勢 不是你強就是我弱 這樣的一個思維 其實我們呢 其實中方啊 反覆也都強調 這個中印兩國關係呢 要從這個 這個全球性 這個戰略高度呢 看待這個雙邊關係 其實也都是同樣的意思 就中印關係 重要性呢 已經可以說超越了這個雙邊的層面 嗯 這個大的一個背景來看待 剛剛咱們也說到啊 印度在4月19號 即將迎來這個大選的一個投票 目前看到莫迪的支持率是75% 他也在尋求贏得第三個總理任期 有關莫迪目前的一個選情 您怎麼來看 這個可以說今年啊 今年全球有50多個國家 這個進行的這個選舉 繼俄羅斯之後呢 這個印度選舉呢 其實全球很出門 很關注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一個 對吧 它有三個大的特徵 第一個呢 它的規模實在是很大 這個選民呢 基本上有將近10億 9.7億 而且往年他們的投票率呢 基本上是在65%到70% 都很高了 而且可以說 它這個整個選舉的日期 也覆蓋了這個兩個月 這個參加選舉的 這個印度選舉的註冊的政黨 有2660個 就是這麼多 但是呢 這個規模呢 包括呢 這個投入的資金 據說呢 今年的投入資金的話 選舉資金的話 公開的至少不比美國少 大概有將近140多億美元的 第二個呢 就概率大 概率大是什麼呢 這個印度人民黨 包括呢 這個莫迪 他們都是一個 在這種競選政治的這個背景下 都是呢 選舉型的政黨 選舉型的領導人 現在莫迪的 可以說這個概率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今後呢 可以說開啟了 這印度歷史上呢 一個新的一個時代 什麼時代 就是印度人民黨時代 已經連續執政這麼多年了 如果莫迪呢 繼續擔任這個總理 包括呢 今後還可能擔任第四任總理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我們看到印度開國總理 尼克魯是擔任了這個 可以說16年9個月的總理 她的女兒 叫印尼拉甘地 是15年11個月的總理 那莫迪呢 又可以呢 真的流民侵蝕了 這對印度的內政影響很大 反正莫迪呢 她是深圳在握 他們現在印度人民黨已經公佈了 這個執政 這個百日計劃了 都已經想到這個選舉之後的 這個這樣的一個狀況了 所以她優勢特別大 在選舉季開始之前 觀察到一些印度的政客 又開始借著來炒作涉華的一些議題來造勢 但是有分析認為呢 印度過度的來炒作涉華的議題 反而會讓印度遭到反噬 如果莫迪真的成功的連任了 接下來會如何處理對華的關係呢 就這些人炒這個中印關係呢 一方面確實有些人呢 是處於這個民族主義這個情緒 還有一些人呢 確實呢也是要打這個 所謂的國家安全牌 這樣的話呢 也是擴大這個選民的支持 我們看到這個印度呢 像這樣的這些政客的炒作呢 確實呢 他要看看歷史 歷史上是有教訓的 當年的印度開國中央尼赫魯 當時呢 確實一開始他本人呢 也是整個印度的對華的政策 包括呢 他本人呢 對華呢 這個對待新中國的政策呢 還是很友好的 所以說中印兩國呢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 有中印兩國是兄弟的 就印度親戚趴一趴一的 這樣的一個叫法 但是後來呢 在一些強硬派的蠱惑下 這個尼赫魯本人呢 也改變了態度 在邊境問題上 他奉行了一種 向中印邊境呢 這個前推的前進政策 最後呢 也遭到了這個中方的這個一個反制 我們叫自衛反擊 那這個讓 不僅呢 讓這個印度呢 也是損兵折降 包括讓尼赫魯呢 這個政治生涯呢 也跌到了低點 那現在我們看 現在的這個印度 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呢 其實呢 現在印度呢 很多人呢認為呢 現在中美兩國呢 這個戰略博弈 是印度的這個戰略機遇器 他們中間呢 有些人 還是甚至認為呢 這個中印邊界呢 這個適度緊張 可以呢 作為一個很好的這個 這個黏合計 黏合印度呢 與美國 還有美國呢 它的同盟體系的 這樣一個關係 這樣一個黏合計 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看到 其實現在世界變化也很快 中美關係呢 現在有點 這個還是總體上呢 指跌其穩 這個印美關係呢 無論如何呢 也是呢 現在有沒有天花板 其實呢 這個天花板 已經有點出現了 這個印度 這個美國現在最近呢 在印度內政上呢 也對這個印度呢 也是有很多的 這個 很多的這個不同的看法 讓印度呢 也是很不高興 那今後呢 美國今年的選舉之後 這個新的政府 那萬一是特朗普上來 一沒關係 又該怎麼走 這都是一些 這個印方呢 所考慮的問題 在莫迪現在 他現在呢 在當前發表這樣一個 比較可以說積極的講話 我覺得呢 確實對中英關係 下一步是有好處的 但是呢 關鍵是看這個行動怎麼走 儘管邊緣問題 比較很難解決 對吧 但是我們可以 這個印度可以在一些 這個低級層面 所有戰術性層面呢 這個緩和 改善中英關係 你比方說 這個包括呢 這個簽證問題 他現在對中國人去簽證 假設被嚴 你包括呢 這個恢復記者常駐的問題 這個設施 就是印方呢 單方面提前 他調起來的 中方反制的 現在兩國都沒有氣質 這些呢 包括呢 兩國恢復這個直航的問題 兩個大國都沒有直航 直航斷了 這都是這些問題 可以說 只要他印度呢 有接下來 在新政莫迪呢 開啟第三任期之後 有這方面的行動 有啊 中國呢 他投逃 中國肯定會暴力的 這樣的話呢 也確保呢 這個中英關係呢 可以說是 往這個健康就相對穩定的 這個方向發展 這個也是中方所期望的 好 謝謝錢先生點評分析 下節回來繼續帶您關注 印媒爆料特斯拉正在與印度洽談在硬件工廠事宜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又見 新聞見識談歡迎你回來 印度商業在線10號援引消息人士的話披露 特斯拉正在和印度信實工業公司洽談 討論成立合資企業在印建廠時宜 印度商業在線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稱 特斯拉與印度信實工業的洽談已經進行了一個多月 特斯拉想在印度物件工廠的傳聞已久 但是被印度高額的關稅卡住了 印度政府今年3月宣布 將降低電動汽車進口關稅 以吸引包括特斯拉在內的國際車企來印度建廠 印度希望從高科技公司那裡吸引更多的全球投資 助其成為製造中心 創造就業機會 美媒報道 特斯拉準備在印度投資20到30億美元 約合人民幣145億美元 建立超級工廠 特斯拉4月初派團隊前往印度選址 另外特斯拉CEO馬斯克10號在社交媒體X上發文證實 他將訪問印度 並計劃與印度總理莫迪會面 此前報道稱 馬斯克預計在22號前後抵達印度 他很可能會在訪問期間宣布特斯拉在印度的投資計劃 特斯拉多年來一直想要進入印度的汽車市場 但是被印度高額的關稅給卡住了 您覺得特斯拉究竟看中印度什麼了呢 這個特斯拉想進入印度呢 包括印度的歡迎特斯拉 這個其實已經雙方在疫情之前就想 就有這個意願了 但是這些年一直沒談成 對特斯拉來說 因為它對印度這個市場 第一個市場非常看重 因為印度現在是世界的第三大 這個可以說轎車市場 這個應該除了中國美國之外 就是它第三大了這個市場 而且印度這個年輕的人口 包括人口紅利 包括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 可以說對印度的市場 它是非常有期待的 那還有呢 這在印度本身呢 其實我們看到 在印度的這些銷售中 這個電動車 這個新能源車 一直來說因為它這個技術所限 包括呢這個去年它是在整個印度的汽車市場 只佔1%這樣的一份額 而在印度呢它無論是佔主流的 這個印度的本土的一個汽車行業 包括呢這個日韓這個在印度的汽車 都是呢這個電動車上面呢 都是呢與特斯拉相比 這個競爭力是不足的 這個可以說也是特斯拉呢 其實也想進入的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呢其實我們覺得呢也是 因為畢竟呢這印度呢在這個 在西方的看來 現在呢政治還是總體是穩定的 包括呢現在這個選舉之後 莫迪政府呢這個繼續呢 開啟第三任期呢這個 這個政策的連續性 因為印度現在確實在這個 新能源那個也是呢 有很多的一些優惠政策 這些呢都是種種的吸引了 這個馬斯克 就是說印度呢 這次可能會達成的一個協議 我們知道印度在3月份是 剛剛在關稅問題上做出了妥協啊 向特斯拉包括其他的一些 電動汽車製造商敞開了大門 那從印度的角度來說 他為什麼歡迎特斯拉在印度建廠呢 莫迪政府呢他也是其實呢 內心呢也是也很歡迎的 因為帶來的好處也是很明顯很直接的 第一個呢特斯拉呢他進來的話 可以呢就是把這個尤其是建廠 特別就印度特別關注建廠 這樣的話呢他就可以幫助呢 就帶來一個年餘效益 這個可以把這個印度的這個整個 新能源車的這個生產鏈 給幫著帶起來 那這樣的話呢就可以更加的帶動呢 這個可以說印度呢這個印度製造 那第二個呢我們看到呢 因為特斯拉呢作為一個龐大的 龐大的一個車企 它呢其實它背後呢其實有上下游 相關的這個十幾個行業 十幾個行業你不論是這個 無論是從大到什麼這個電池啦 包括就中控啊這個驅動啊 包括呢這個甚至呢就包括這個 車的這個外市內市 這個行業上下游基本上有130個行業 那這樣的話呢可以就 它進來可以後面呢有更多的這個企業呢 可能會想進來 那這樣的話呢不論是呢這個帶來投資 還是創造就業 那第三個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原因 因為特斯拉啊這個呢的全世界 都是比較想當當的 那現在它進來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說是為更多的這個 這個美西方企業更多的外資企業呢 樹立一個標杆 這樣的話呢吸引更多的企業呢 也過來也提升了印度呢 整個一個國家現在的形象 整個呢提升了整個印度製造業的水平 我們看到印度的商業和工業部部長就表示啊 他相信印度能夠成為全球電動汽車製造的中心 印度有這樣的實力嗎 可以說呢現在呢還不具備 這個今後呢要成為中心呢 其實還有很多的這個瓶頸要跨越的 那一個呢其實我們看到 比方說這個像工業生產 這離不開是電力 現在印度呢現在呢這個電力這個發電呢 可以說他因為呢這個電力的這個火電發電技術 也就是說比較老化 這個可以說是這個可再生能源技術呢 也沒跟上 再加上這個電力的管理 所以說在印度呢 現在除了一些個別的省份 個別的省份 這也是特斯拉現在呢 可能目前要投資的 就包括呢 莫迪以前當首席部長的這個古吉拉特邦啊 包括孟買所在的這個馬哈拉斯特拉邦啊 這些呢可能電力還基本上呢保持著不斷電 其他地方還真不能保證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你特斯拉就算投了這些邦的話 那這麼多的這個配套的企業 他們今後呢也不可能都砸堆在這些邦 那可能分成到別的地方 那他們投資 他們那個店沒了怎麼辦 這一個考慮 第二個呢 一個特別重要的 就印度啊 就包括很多西方人認為啊 印度呢 它總體上呢 缺乏了一個製造業的文化 那這個呢 其實呢就是中國的一個強項 這麼多年一個強項 那現在包括印度它有一個整個這個人力資源 它現在文盲率呢 這個全國呢 這個成年人呢 也有將近20% 再加上呢 它這個培養的很多大學生呢 其實呢缺乏這個技能培養 他在這個方面 他要打一個熟練的這個高端的工人呢 他還是需要比較長的路來彼補的 需要很多的這個包括配套的教育 第三個呢 這一個配套的 一個配套的產業鏈 這個背後的配套產業鏈 這個是很難就一步而就的 因為呢 我們看到配套產業鏈 就拿那個電池來說 電池呢 可以說是佔了這個整個車子 基本上這個可以 這個成本啊利潤呢 將近30%到40% 電池呢 這個問題上 這個中國呢 可以說在這個 這個彭博社它的調查都說 在這個新能源車的領域 中國尤其是在這個電池 這個技術上呢 是佔據在絕對領先的這個地位 但是我們看到 印度現在呢 它這個電池呢 本身就處於這個初級階段 就需要呢 從中國這個可以說合作進口 但是呢 中印關係呢 特別是印度這些年打壓這個中方企業 這個讓很多中方企業呢 根本不願意去投資了 那在這個問題上呢 就要牽涉到一些政治的因素 可以想見 如果他們在這個問題上 如果沒有中方的配套的 特別是這些 這個新能源這個產業鏈的 這個配合的話 那這個製造業的話 這個特斯拉 這建起來的話 它能不能如期的這個實現 按期的交貨 這都是打一個問號 就算解決了您剛剛說的 這些瓶頸的問題啊 在印度還有一個營商環境的問題 有分析說呢 印度是有一個外資焚場之稱 意思就是說印度一方面 非常的歡迎這些外資企業 在印度投資建廠 但是當這些外資企業 跟印度的市場高度融合之後 又開始出手打壓這些企業 開始打劫勢的 推動本土企業的一個發展 包括中國 韓國 和一些美國的企業 都有過這些投資的噩夢 有關外資焚場這個稱號 您怎麼來看 其實呢 這不光是這個像中方的企業 你包括像美國的對吧 就剛剛您說的 是美國的韓國的 像這個美國的福特公司啊 對吧 包括它這個哈維摩托車 他們都是呢 在印度呢最後呢 都是選擇撤離了 原因呢確實呢 也是很多抱怨 一個呢其實重要的 就是說印度呢 有些呢 包括它的印度政府 有些人的這個思維邏輯 他們總是把這個外國企業呢 看作有不恰當的比如 叫圈裡的 羊 羊群裡的肥羊 把羊呢養肥了 他們想那個該怎麼 怎麼災 在這個問題上呢 他們就缺乏呢 這個契約精神 可以說嚴重缺乏武德 正常武德 確實把這個東西看作呢 就對 只為印度提供好處 但是呢 這項企業呢 一旦就沒有利用價值的話 它要把趕出去 這是一個 就特別一 對於這些外資企業啊 在印度經商啊 也是外資企業 最頭疼的一個問題 那其次呢 我們看到 印度呢 它這個官僚 就可以說官僚系統 確實呢 還是官僚主義很嚴重 而且包括呢 它的這個許可證呢 包括審批制度啊 而且呢 你包括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 它這個整個的營商環境 這個軟環境呢 現在呢 還是呢 以很多的詬病的 有很多的你想 它提出的申請 就很久才能批下來 這可能有時候呢 是商機都錯過了 那還有一個呢 我們看到 這個它的一個基礎設施的問題 旧設施呢 它在全國現在呢 儘管這些年發展呢 還是比較好的 但是呢 放在全國範圍 還是有很多的這個差距的 那 包括拿這個新能源車來說 也是這樣子的 它有現場 它不僅要照顧印度本身的市場 對吧 因為印度本身的市場呢 其實現在更多是偏岸 這個 有的時候是十萬元人民幣以下的車 你看特斯拉再降價 也達不到這個標準 嗯 嗯 在這個問題上呢 其實更多的 像特斯拉它要 以印度為基地要出口 要對外輻射 那輻射的話呢 就牽涉到這個道路交通 港口這個問題了 那這個印度呢 能不能滿足需要 什麼這個基礎設施 包括呢 這個剛才講的勞動力問題 這些呢 都都是啊 把這些企業的這個成本 給抬上去了 這次特斯拉在印度投資建廠 會不會被套路 我們先打一個問號 非常感謝前鋒先生的點評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記事談 再會